大家好,我們今天要發表的是復仇者聯盟 首先是創意動機 我們主要利用廢棄汁葉及檸檬皮調配成飲料 製成茶包,並研製成衛生用品 研究目的 透過聯污葉及檸檬皮的特性去探討看氧化能力 測試液菌效果 作品特色與創意特質 使用天然環保原料,可食用也可以利用 對環境無害 文献探討 其中白木耳含膳食纖維 幫助排便,也能使皮膚有彈性 乳酸菌幫助腸道健康 透過文献證明對健康有益 又稱益生菌 花粉含多分化合物,可抗氧化跟抑菌 設計原理 我們利用花心酥在不同酸碱質下呈現不同的顏色 然後用超音波萃取有效成分,達到抑菌效果 而且它們的芳香味也能幫助除臭 這是我們使用到的原料 以及藥品 研究設備及器具 其中真空冷凍乾燥機 將樣品在高真空低溫度的環境下使水分昇華達到乾燥 高壓均質機利用在乾洗手液上將它攪拌均勻達到均質的效果 瑪麗聯盟露的製作過程是 利用花青素在酸性下會變色的原理 我們有加白木耳給予些許稠度去符合聯盟露的露汁 聯盟茶包的製作過程 我們將採收的蓮污葉經過尾雕、浪金、砂金、揉碾 其中揉碾是揉到布袋皆是綠色的枝葉 再透過長壓及真空冷凍乾燥後裝帶封口 洗碗精的製作過程 我們將原料經過稀釋調配裝瓶得到成品 其中使用到的AVC凝膠粉 可以賦予洗碗精有些稠度 也能應用在面膜以及保養品上 洗碗罩的製作過程 我們將原料進行造化反應 接著入膜、熟成之後得到成品 消毒噴霧的製作過程 同樣將原料稀釋混合裝瓶後得到成品 乾洗手液就是利用高壓均質機 將它攪拌混合達到均質的效果 以純超音波萃取濃縮過程 是利用超音波萃取的高頻震動 使細胞碎裂釋放出內容物 最後再以真空濃縮去降低溶劑量 各項產品的試驗及結果 總膳食纖維含量測定 我們以酶中量法 先將酵素進行水域酶解 再加乙醇沉澱 之後過濾 過濾後得到的殘渣 再經烘香乾燥 秤重為3.3克 顯示飲料負含膳食纖維 總多分含量的測定 我們使用分光光度劑並以墨石紫酸當作標準品 用弗林分以及碳三納來測它的吸光值 之後製作出減量線 抗氧化活性的測定 利用氧化還原低定法中的點低定法 因為每次使用原料的品種熟度均有差異 所以我們會選擇最漂亮的一次數據 將聯盟茶包進行長壓熱風乾燥與真空冷凍乾燥 長壓乾燥對外觀與色澤上有明顯的影響 而真空冷凍乾燥在熱沖泡之後 茶湯色會比較淺 茶飲跟茶包我們做了感官評評 瑪麗聯盟露明顯看出整體上偏向於喜歡 尤其是對於色澤 聯盟茶包如果是經常泡茶的長輩 對味道就有一定的辨識度 就可能比較出差異 從整體來看 飲料明顯比茶包更有人氣 能符合年輕人的喜愛 萃取液的抑菌測試 我們利用指定擴散法 排氧皮膚上的自然弱菌 結果得到指定周圍有抑菌現象 但放久了還是會被黴菌影響 顯示在一定時間內激抑菌效果 我們用消毒噴霧跟乾洗手液 用手指按壓法去測試 手掌如果有噴霧或乾洗手液處理的 顯示弱菌少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沒辦法完全抑制 從文獻可以知道 酒精是無法抑制腸病毒跟諾羅病毒的 接著是去污試驗 我們將油污塗抹在不同材質的碗內 再以洗碗精及洗碗皂清洗 得到的結果 皆有去污能力 且對手部也沒有出現不適感 能洗定手上的油污 最後是我們為了將商品化 而用軟體設計的包裝圖 以上是我們的發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